大家看看,這裏全部都是一棵棵過百萬的樹 這個地產發展商自己種的樹後 到發展業務建造的時候 就會將這些樹搬過去 在這個繁華的路上 微微有一個小的越南景區 這個景區很有趣 它是發展商自己做的一個私人的景觀區 裏面有一個茶室 不過最重要就是這裏的樹 因為這棵樹全部都是種完之後 當地產項目做好了 就會將樹搬過去種植 這裏每一棵樹 價值連繫 很貴貴的 大家要留意一下這個地方 這裏其實不會對外開放 特意發展商開放給我們看看 不然這裏有這麼棒的地方 植物一向跟風水很有關係 而且還可以美化環境 所以有時你在建築物上 看到很漂亮的植物 我都很敢肯定跟風水有關係 不相信嗎? 我現在馬上問問天赤師傅 師傅是在大廈 這裏有很大的螢幕 其實目的是做甚麼呢? 在風水上來說 水為財 如果你想建築物或白鴻山 可以得到旺財的效果 我們在風水上要建議 在外面財位的部分 就是一個魚池 而這個魚池儘量越大越好 因為它代表財富的真正 但是有一點要注意 我們這個魚池一定不可以死氣沉醜 或者是乾水 好像這裏我們看到這個 其實它的水是 那邊會有水流可能 水會流 我們叫抹水 抹水也代表你的床縣是 有內緣 如果你想你的生意做得越來越好 抹水很重要 所以如果你大樓或隔辦公室 外面有魚池或噴水池的話 是特別在風水上有膨脹 那是否多了 魚池會比較好一點? 如果你的魚池是比較小 我們會用魚風水的現象 去提升你的財運 但如果像這次的魚池 比較大 一來量比較大 二來水的流動 你也聽到發發聲 就不需要特別養魚 因為如果這麼大的魚池 如果你要養魚 可能真的要養魚的素量比較多 才可以增加多一點的財運 師傅說 除了魚汁和脂肪 我發佈 很多大廈都喜歡放松樹 是否有甚麼吉祥 所以松樹其實是一種 很有韻味的一個植物 對於一些成功人士 各方面 其實他必喜歡松樹 為甚麼呢? 因為松樹其實是有一種 瘡瘡的韻味 因為每一樣東西 尤其成功人士 都會經歷了一些波折 他自己踏過了一些挫折之後 才成功 很貴 很貴 對 但這裡的松樹 不是平時見細細 都很大棵 應該很貴 這些松樹 對呀 你見到每個都兩三個人高的松樹 都是價值完成的 一棵 你猜一下多少 十萬多塊 一棵大約是一百萬 一百幣 雖然是 25萬港幣 25萬港幣 所以你計算這裡 真是價值連須 這裡幾億 這裡都差不多十億 所以 再說一件事給你知 松樹 你覺得是那些 直不甩的好一點 還是彎彎曲曲的好一點 正常樹都是直不甩的 所以 剛才我們說 其實 松樹 我們的意味 是經歷了一些風傷 經歷了一些風傷之後 會改變 樹直不甩 人有時做樹都會直不甩 即是一條路沖到底 所以經常有挫折 反而松樹 是彎彎曲曲 就是代表人的風傷 經歷了挫折 慢慢學會天悲自己 提升自己 所以如果真的選擇松樹 它特別是有一小小彎曲的弧度 它的價值才是最高的 我真是在這裡 要吸收一下這裡的天地靈氣 人又有天悲 又有靈氣 可能吸一口氣 已經值幾萬元 已經是一條路 你吸氣吧師傅 快點 快點 其實松樹有一個特別的 如果去到這種形狀 我們會給它一個名字 它是迎客松 即是迎接崩客的松樹 所以如果家裡 例如說 一個小庭院 即是有一個花園 日式也好 或者一些中國 一些符號上 我們家裡都會有這種松樹 擺出來的意味 其實是甚麼呢 即是它當作是一個奔客 它是一個叫做敬客的作用 其實也是我們中國 泥魚之邦 泥這個文化裡的表現 雖然想不到一棵樹 已經可以做到泥魚 真的很厲害 師傅打算做多少棵 先做八棵 先做八棵 一棵就可以了 這棵是200萬 如果家裡會有這種機會 去種樹 即是三生有限 為甚麼這樣說呢 因為香港 其實哪有這麼大的環境 讓你去種樹 有得住都給面 剛才同行的人說 如果公司做這棵樹 就發達了 公司都可能有得想 應該是說 在台灣開公司 應該是有得想的 我真的要加速這件事才行 屬鼠的朋友 今年你大件事了 今年是你的本命年 感情容易出現變化 健康容易出現大病 而且家裡很容易漏水 本場又不知要翻身 各方面的事情 都需要你付出更多的 破財方面多 就有自可 對不對 最便宜是 有些人問你借了錢 又不會還 所以今年 要問朋友借錢 你就可以借 朋友問你借錢 你就小心點 而且過年前 最好去捐血洗牙 化一化血光 否則你有甚麼病 小病變大病 有自可 大病變重病 就麻煩了 OK